哇 麻雅貝 你看椰子島 天堂島 劈劈島 必玩的 搭筷子 我們搭了一個半小時的船之後 現在來到的是小拼拼島 小拼拼島要幹嘛呢 我們來化身李奧納多 因為李奧納多的沙灘 瑪雅沙灘就在這邊開的 所以我們現在去尋找它的資金 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樣 覺得已經搭船過來花了一筆費用 就可以免費登島 後來我才發現原來這算是個火炸公園 是要收費的 那以大人來講的話 你必須要買門票四百塊太多 哇哇哇 轉角就看到了仙境 你看看我們眼前這幾顆石頭 你有沒有一種感覺 我的感覺是 你有看過阿凡達嗎 阿凡達 我們在空中的那些巨石鎮頭 也太美了吧 太驚嘆了吧 這裡的沙直非常好 你完全不需要擔心 怎麼會有什麼小石子啊 或是什麼小貝殼會刮腳 倒是沒有 只可惜就是這邊不能夠游泳 所以就只能踏踏浪玩完水這樣 搭船離開了小貝殼島之後 現在在我們轉到這個地方 叫做天堂灣 天堂灣 就是要來浮潛游泳的 咦 GO 哇你看過這個地方 太美了吧 你不會游泳的不用擔心 這個舊聲音浮力很夠 用游了躺著就可以了 天堂灣我終於搞懂了 其實它就是三面 我們看一下喔 前面這個 是出入口 緊接著呢 它就是幾乎啦 幾乎就是快要四面環海了 然後都是山 都是山 都是山 然後在這邊 所以這個地方叫做天堂灣 然後風浪 基本上目前是蠻平靜的 所以來這邊浮潛是很安全的 在這裡浮潛 或在這裡泡水 其實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因為這邊遊客太多了 所以他們在每一個船啊 他們都會圍一個圈圈 像是那個魚池一樣 那我們的船呢 範圍就在這個圈圈裡面 這是我們的當地導遊 光哥 嗨 所以你現在是什麼 路上動物是不是 水上就不行 我看得到你的腳耶 真的嗎 真的 第一次下水的感覺怎麼樣 第一次下海的感覺 有點緊張 有點緊張 那這樣很安全 安全 天堂在這邊就可以 沒錯 天堂在這邊安全 值得體驗 剛剛在那個天堂灣 那邊就是讓大家練習一下 不怕水 現在才開始要浮潛 所以我的裝備都已經浮潛 往上PP島的國家珊瑚保護區 這裡是可以提供遊客浮潛 看一下美景 準備 走吧 OK 1 2 3 2 2 3 2 2 3 4 4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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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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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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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变装完成 因为上半天的浮水玩水行程结束了 那从小PP岛玩完嘴之后呢 下一站就是到大PP岛 大PP岛我觉得简单的来说 它就是一个可以有商业行为的岛 所以就是你饿了 你就来这边 然后这边就是有蛮多的餐厅选择 还有一些店家 来泰国怎么可以错过夜市呢 在普吉岛最有名的夜市就是青蛙夜市 这里目前流行一个新吃法就是吃到饱 我知道台湾吃到饱已经烂掉了 但是在这边吃到饱 我跟你讲我看到我吓了一大跳 光是价格就可以打趴台湾 来299299你可以海鲜跟肉类全部吃到饱 泰国正宗 哇泰国虾蛮大一尾的 扇贝 肉类区基本上扫过去就知道了 大家不陌生吧 有猪五花松板猪 然后腌制的五花肉都有 总而言之 吃到饱的形式跟台湾一样 但是就是光是价格299日就可以打趴台湾了 我们现在就来去吃泰式吃到饱 299吃到饱真的很容易手滑 你看一个不小心就拿了满满的整桌 但我们要先声明我们是指团体 所以我们会把它吃完 店家也特别注明大家一定要珍惜食物 吃多少再拿多少 你不要因为价格太便宜 然后手滑就乱拿一堆 我提醒大家 好啦开始烤了 隔离好了 到了到了我们到了 我们来到了湖西岛最大的夜市青蛙夜市 它翻很多区 今天锁定美食区 GO 哇好多有选择障碍耶 这是猪肉鱼喔 肥而不腻 吃饱下去有一点 蜜汁的甜感 蜜汁 好吃耶 那为什么我吃到有点沙灰鲜的感觉 是不是好太焦了 沙灰鲜鲜鲜 赞好可以喔 沙灰鲜鱼 我的接受 他 지금은有点难 我 appliances 煩我了 煩我 smiled 妳準備好了吗 准备好了 鐵猪三二一 跳 子猪meno 脆éri子猪皂 吃得出特纤 牛喪丛 coupe 酸辣酱 很重 吃 estado很重 辣味很重 然後蝦子基本上 吃得到它的綠合烤烤烤 但是吃不到它的肉 就是這樣的味道 泰國雞蛋糕 光是它的外型 我就覺得很有泰國的氣息 泰國的廣告很有趣笑臉的造型 好 現在盲吃 因為我選的是這種口味 我吃的是沉香口味 我覺得它是汁啊 你可以想像它裡面就是塗的那個 火醬的感覺 就這樣味道 它的麵體跟台灣的雞蛋糕差不多 這蠻特別的 很像那個 甜糯米的感覺 甜糯米的感覺 它就是把椰香拌上去 然後本身米是甜的這樣 對我來講是一種蠻特別的口味 但是不是很奇怪 是有點甜甜的好吃 謝謝 來泰國必喝菜式 謝謝 雨實在是太大了沒得逛 沒想到我人生第一次的青蛙夜市 就在大雨當中必須要被迫結束 真的夜市蠻大的 有時間好天氣 真的可以好好逛 然後泰國的美食也真的是很多 我覺得至少它的夜市的規劃 是景然有序的 蠻好找的 好吧 那就反正 如果下一次你想要來的話 你可以揪我一下好不好 完成我這個夢想 就這樣囉 我們明天見 掰掰 謝謝 謝謝